關於日本人的起源 在中國有徐福東渡這種說法 傳說徐福率領的三千同胺同女 出海尋找長生不老藥 最後這些人在日本落地生根 成為了日本人的祖先 徐福還變成了初代天皇 韓國教授則說 以地理位置來看 日本人的祖先是韓國人 不過不管是中國還是韓國 相信日本人都很難接受 那麼日本人的祖先是誰呢? 我們先說結論 根據2019年的最新DNA定序 現代日本人有90%的民生人 還有10%的神文人協同 那麼日本人的祖先就要從這兩種人說起 時間回到一萬年前 這一個時候日本與亞洲大陸是連在一起的 一些東亞的胡黑黑 順著朝鮮半島與枯葉島來到了日本 他們廣泛地生活在九州、四谷還有本州 這一個就是最早生活在日本的蝦夷人 當然那時候的東亞大陸 統一的中華文化還沒形成 蝦夷人當然不能說是中國人 要不然現在全世界不都是東非人的嗎? 而且蝦夷人的長相 與現在的日本人差別很大 外貌完全不同 蝦夷人身材哀笑 頭髮捲曲、體毛茂盛 而且皮膚有黑 類似棕色人種 冰河期過後 日本獵島過去了海外 蝦夷人從此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新月前2000年到前五世紀 則漫長的1500年裡 蝦夷人就是日本獵島老大 因為他們被海洋隔絕 文明交流被阻斷 沒有國家沒有文字 生產工具仍以石器為主 以採集狩獵為生 不過蝦夷人會製作陶器 可以把食物煮熟 大大提升的壽命 蝦夷人口迅速膨脹 最多是達25萬人左右 在沒有鐵漆的時代 算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了 原因是日本獵島的山地多 降雨豐富 森林茂密提供了各種降果 也提供了可供肉食的動物 沿海也有魚類可以撈捕 蝦夷人使用了陶器 外表有像繩子一樣的文室 於是稱為神文時代、神文人 到了西元前五世紀 中國進入了戰國時代 華夏文化也基本定型 一千人從朝鮮半島渡過海峽來到日本 不僅帶來了新的人種 也帶來了仙劍的文明還有技術 像是鐵器的使用還有種植水稻 所以最早在九州北部出生的農耕文明 不是由原本的夏野人發展出來的 而是外來人 由於這個時候的淘氣 最早在東京的彌生艇發現 所以這一個歷史時期被稱為彌生時代 彌生時代是日本農業社會發展的時代 讓日本人變成了農耕文明 很快的彌生人 從九州擴展到了整個日本列島 但極限就在本州北部 因為北緯四十度就是農耕文明的極限 這過去就太冷了 而原本的主人神文仁 不是與之交戰就是交配 要馬被驅逐 要馬被同化 最後跑到本州北部或是北海道 甚至跑到了枯葉島看茶家半島 日本老大從此換人當 有人農業就會有剩餘糧食 那麼一千人就可以不適生產 農業也需要大型水利設施 那麼就需要有人管理丟農資源 於是國家就誕生了 是因為前一世紀 日本出現了一些國家 例如今天奈良地區的邪馬太國 九州的一都國奴國等 這些國家也跟中國建功過呢 總體上日本沒有統一的政權 都是各自為政 但中原的政權不管那麼多 直接稱呼為窩國 直到三世紀中葉左右 出現了一個大和國 這一個時候日本歷史進入了大和時代 作為日本主體的大和民族開始形成 以上就是神文人與民生人的故事 我們回到一開始所說的 現在的日本人 有90%民生人與10%神文人的協同 那麼只要找出民生人與神文人哪裡來的 答案就忽之欲出 根據全精英組分析 神文人的來源非常複雜 並不是單一族群 而是好幾個族群組成的 神文人的祖先來自西伯利亞、東北亞以及青藏高原 甚至與台灣的阿美族、泰雅族原住民都有關係 抵達日本至少超過3萬年 民生的同樣也不是單一族群 他們遠距於朝鮮半島與長江三角洲 那麼韓國人與中國人就是日本人的祖先囉 當然不是 這一個時候韓國都還沒出現呢 這些人也不是韓國人的祖先 韓國人的直系祖先是辛羅人 而且透過朝鮮半島對來而來的 不只是半島的土著 也有來自中原為了躲避戰亂的人 朝鮮半島不過是一個終極戰而已 另外又來自長江三角洲的吳越人 因為在日本的九州 當地人很快地學會了種植水稻 水稻的原產地是江南人水田 戰國時代的北方是種植小米 所以日本的水稻技術 很有可能是吳越之地的農民帶來的 不過他們不會講漢語 那些也不屬於中國 當然也不是中國人 當時的中國處於戰國時代 文化已經成熟 如果祖先是中國人 那麼民生人應該會講漢語才對呀 說兩帝分隔已久 發展出日語也說不過去 因為從語法結構來看 漢語和日語沒什麼關係 反而日語和朝鮮語是近親 且都和以滅亡的高溝利語 都有相似的詞彙 新月前五世紀到三世紀 這是日本民族形成的關鍵 這個時候的中國 正是從戰國時代過渡到秦漢的時期 也是在亂不斷的人口大量流失 那一個時候朝鮮半島北部屬於中國 南部則是三個部落聯盟 馬韓、塵韓還有變韓 合稱三韓 新月前一世紀 來自東北的浮渝人佔領了半島北部 建立了高溝利國 另一隻浮渝人打爆了馬韓建立了白濟國 東部和塵韓建立了新的國家辛羅 辛羅之後吃掉變韓 這個就是朝鮮的三國時代 根據現在的語言學家研究 辛羅與高溝利語和白濟語 三者存在高度的關係 有可能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 通稱為古韓語 屬於阿爾泰語系 和日語是親戚關係 他們都與漢章語系的漢語不通 後來辛羅聯合唐朝 滅了白濟還有高溝利 統一了朝鮮半島 辛羅就是今天朝鮮還有韓國人的祖先 所以說韓國人並不是日本人的祖先 只不過他們的祖先是親親 當然日本的民生人的來源更複雜 透過以上資料 簡單的結論 日本人是成為人與民生人混居的後代 日本出現的人類至少三萬年 那麼還會有人相信徐福是日本人的祖先嗎? 徐福東都的世紀 最早出生在史記 史記說秦始皇非常渴望長生不老 其弟出生的方式徐福上書說 海上有三座神山 蓬萊、方丈還有銀州 上面都住了仙人 他可以入海求神藥 不過要給他同男同女數千人 以及三年的糧食 最後徐福並未找到神仙 反而到了一個平原廣澤之地 並在那裡自立為王不再回巢 所以史記裡面並沒有說到 蓬萊、平原廣澤在哪 跟與日本還有三五天皇沒有半點毛線關係 不過這個故事到了漢朝以後不斷擴張 三國治還有後漢書都提到了徐福的故事 但也沒有說徐福去的是日本 只有說去的是膽州 膽州在哪也不知道 到了五代的後州 一位和尚在他的著作表明 首次明確地提到 徐福到達的就是日本 從此徐福是日本人的祖先 這個傳說就越傳越廣 日本人被中國人吃豆腐 還變成了他們的祖先神武天皇 那麼日本人怎麼看待的 日本人在隨唐時代與中國互動頻繁 徐福傳說也隨著日本的留學生生女傳回日本 中四季到漢戶時代的日本人 也都聽過徐福東都的故事 不過他們沒有將徐福視為神武天皇或祖先 其實日本的知識份子 只是希望藉著徐福的傳說 強化日本是神仙所在的國度 開國祖先是中國的一位神棍 也太丟臉了吧 徐福是神武天皇 就是一篇農場文而已 這一個說法主要是二三後的中國與台灣的學者 他們看到日本的徐福遺跡這麼多 然後在日本開國神話書古世紀 裡面東早西早 拼出了這一個廣受歡迎的農場文 確實日本全國上下有30處的徐福遺址 從組合到青森都有 但這些神社、古蹟、徐福牧 都日漿務時代加工的 沒有一處是真的 總之這個徐福比較像是一位騙錢繞袍的雜騙集團 不可能是日本人的祖先 長生不老更是天方夜譚 以現在的科技也頂多延緩老化 如果今天派自醫美團隊回到秦朝 以長生不老的名義 幫秦始皇做一套醫美療程 讓秦始皇逆臨會怎麼樣呢? 如果用傳統的手術 以輕入式的動刀治療 秦始皇天的大概直接把人給砍了 不過醫療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 免動刀的拉體科技將是更安心的選擇 陰波拉體利用臨床醫學使用的聚焦技術 另一次放大進聚焦太陽光的原理 以非輕入式的拉體治療 可以讓人逆轉肌靈越活越年輕 但傳統的陰波治療過程要一個小時 而且痛感很高 若是讓沒有耐心的行始皇施打 還是會把人給斬了 2021 新一代的黃金貝庭陰波做了升級 施打的過程很快,過程也更舒適 而且僅需要傳統陰波料程一般的時間 利用高強度的聚焦超陰波技術 能將能量精準地傳遞到潛中深層肌膚位置 並透過專利的TIZ技術 擴大加熱範圍 達到肌膚僅實拉體的效果 但目前市面上還是有假貨在流竄 記得要找原廠認真的診所 免得悠通用浪費錢 陰波拉體算是不能長生不老 但秦始皇看到自己的皮膚變得如此緊緻 作用也減少了 想必也會榮幸大悅吧 MING PAO CANADA